Hello各位朋友们,欢迎来到MG的美股盘前USPremark,我是MG,今天是7月19号星期二的下午的6点47分,在美股开盘之前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话题,横盘中博取拨断牛, 为什么讲这个话题啊,跟现在的一个资金流向和热点的转化情况有密切的关系,好,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我视频的朋友呢,可以点击一下订阅,后面的每一天的美股盘前的节目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这个notification了,本栏目的话没有任何的股票推荐嫌疑和买卖建议啊,所以呢,风险自担,我们说的拨断牛啊,OK,比如说打比方的, 打这一只股票,这个是一个拨断牛吗,三个箭头的地方是你可以考虑进场的位置啊,当然如果你做短线的话,就这边是有三拨机会,当然考虑做中长线的朋友啊,每股从来不缺机会啊,OK,所以呢,你可以直接从第一个地方或者第二个地方拿到这个股票以后一直保持持有的一个状态,拨断牛为什么是最适合现在的一个行情,第二个啊,如果你不是做拨断的朋友,你做短线或者做长线的朋友, 你又应该怎么去布局呢,这个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那么我们会从三部分给大家来讲,第一个呢,就是整个指数的情况,第二个就是啊,我们这个板块和热点的一个转化情况,第三个就是个股的策略,我们先看一下整个指数的情况啊, 其实这个行情呢,我们先说一下啊,真的不缺赚钱的方法,美股是这样子的,你在,在,你熊市也好啊,其实因为它是世界上股,所有股市里边钱最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其实是从来不缺机会的,只有不会赚钱的人,没有不会赚钱的市场, 我们永远都要把自己focus在一个不断提升,认知提升自己的这个技能方面啊,方法方面去来看待这个市场,才能够说,不论什么时候从市场都可以去赚到,那么这个是前两天的啊, 然后我们这边的会员宝宝发的,然后呢,包括今天啊,也有位朋友,对吧,也有个会员朋友,这个呢,也是YSGR25%都是很短的一个时间啊,因为啊,在东南亚的朋友的话,可能就是会有时差的问题,那么在北美啊,啊,英国的朋友可能就没有这个时差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是,啊,他们就是很短线做出来的,好吧,好,我们看一下,现在的一个行情,这边数据比较多,我,啊,比较仔细给大家来讲一下啊,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整体市场的一个情绪方面,啊,在18号,也就是星期一的时候,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是微微的下跌,对吧,下跌幅度不是很大,那么从整个这个礼拜来看,大家发现啊,啊,上一个礼拜大家可以看出来,整个的话呢,它就是处于一个震荡当中,震荡的市场当中,对吧,哎,跌得多的时候,跌得多的时候呢,哎,有跌幅差不多是2.26%。 嗯,但是这个跌幅啊,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讲的最近一段时间呢,是从这个指数,比如说以纳斯达克为主,从这个地方来讲,对吧,你看上周的话是,在这个地方,对吧,它跌幅的话是2.25%跌的比较多,就是这个小的横盘,我们可以画一个图出来,对吧,在这个横盘里面去做一个震荡,呃,如果整个市场是横盘的时候呢, 其实它就我们的策略啊,就是调整为波段市场的话呢,呃,你是更好赚钱的,什么意思呢? 因为绝大多数的股票在现在这个市场里面都是这样去走着,但并不代表着你要做长线就没有长线的机会啊,我们是说绝大多数的股票走这样的一个形态,然后从资金的层面来看,我们看到啊,黄色筹码是占有53%超过一半,一般黄色筹码占超过一半的时候啊,说明市场呢,它并没有太多资金流进去,也没有资金流进来, 红色的筹码才是资金流进来啊,基本上最近一段时间,或者是说,呃,今年都很少有资金流进来,整个美股市场都是流出去的一个状态,红色的筹码,看到吗?现在没有一点红色筹码啊,所以资金不流出,不流出去就已经是机会了,亲色代表是资金流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指标啊,OK,所以呢,它已经是从50%减少到现在46%所以呢,微微的喘了一口气,之前的话呢,可能资金流出为主,做空的朋友 还是可以去,呃,更好的赚,但是最近的话,做空的朋友也是比较难赚,为什么?因为它整体的策略调整为存量行情呢,就是资金并没有大幅流出,现在是属于什么呀,53%的资金啊,都是属于存量市场,如果它能够亲色持续减少的话,更大的波段行情会到来,那么53%呢,只是比50%多了3%啊,所以就是说刚刚演化成这种波段行情的一个格局,等一下我们看板块 和热点的这个行情的时候,行业的时候也可以感知到这一点 OK,这个是关于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纳指啊,我们看一下,对吧,所以上周一,上周一跌了这么多,然后上周五又回升了这么多,它仍然是在这个波段里边啊,所以并不是特别奇怪 打破规律之前的大涨大跌啊,都是属于意料之中,有的时候时间短一点,但是呢,它的这个什么呀,幅度大一点,有的时候呢,幅度小一点,但是时间长一点,对吧,时间和空间都需要考虑进去,我们把这个线画出来就可以了 那整个市场的一个成交量啊,10.93%,大概是109个亿 那么,这个的话是,呃,在近期来讲都不属于特别高的 有的时候甚至一天是不到100个亿的啊,正常来讲,讲的话,我们稍微热一点的行情啊 你看啊,在之前一个反弹的话,七月啊,六月二十四号啊,六月二十四号大概是在二十两百个亿啊 七月二十四号,呃,sorry啊,是六月二十四号,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六月二十四号大概是在 这个地方啊,六月十五号,然后这个是二十一号 当然那个地方的话,跟这个,这一天啊,这一天,就是在这一天,其实很 呃,怎么说呢,六月二十四号这一天啊,这个洋竹啊,当天的话 洋竹其实也就,呃,涨了三点三四个百分啊,当天的量就到达两百个亿 所以呢,就是也有很大的关系,对吧,那现在的量的话是109个亿啊 并不是特别的多,资金没有大幅的流出,就像我们流进啊 就像我们说的,它不流出,其实就给了我们喘气和转波段的时候 如果它流出的话,那么继续会创新的概率会更加加大 那整个市场上,我们从这个热点的一个情况来看一看啊 呃,上涨的股票呢,昨天是3347,只能够说是居中的一个态度 你看啊,好的时候的话呢,这个占比,哎,能达到46个% 上周五大反弹的时候,但是呢,昨天是3347,只占比31个% 下跌的也是3000多啊,所以就是不好不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这个上涨超过15个%,昨天是27个,也没有特别好 你看啊,跟上周五来比的话,其实上周五的反弹啊,并没有说 呃,孕育更多特别好的股票,因为只有32只股票上涨超过了15个% 比较好的数据是多少呢?比如说我们看大概是7月初的时候啊 7月初是什么时候呢?给大家看一下啊 7月初大概是在这个6月17号啊,大概这个地方啊 7月初的时候啊,每天这个股票上涨超过15个%的大概是多少啊 大概是有70到80只,但是现在的话呢,很少罢了,对吧 现在的,现在只有27只,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啊 给大家看,稍微看一下这个数据 所以我们要去感知市场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变化 OK,感知市场情绪的一个变化 我们稍微拦一周出来 这一周就是在7月5号类类周啊 我们看一下,7月5号这一周 你看啊,它的整体的,如果我们从后面数的话啊 你看啊,51个股票 67,45,86啊,都是非常多的股票啊 上涨幅度超过15个% 也就意味着热点持续性是比较差的 到现在啊,只有27个 包括周五,它涨了,差不多指数涨了,接近2% 但是呢,热点股票表现并是比较一般的啊 这种会在两种情况下发生 第一个就是大盘调整 并且有换板块换热点需求的时候才会发生 有的时候指数跌 但是呢,强势个股并没有太大的一个轮化 那个时候的话呢,那就不会影响到你去赚钱 对吧,不会影响到你持续赚钱的一个能力 但是如果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会影响到 所以我们要去关注热点行业和概念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在第二个部分去讲 然后下跌超过10,超过15个%的话呢 是有多少,是有啊,19个 那么跟之前来比,看到吗 7月初的时候呢,它只有9个 或者是控制在比较少的范围之内 这个的话呢,昨天就还行 不算特别多 但是你看整个上个礼拜来讲的话 都是20个以上的股票啊 日的跌幅超15个%是超过20个了 上个礼拜,它也是属于反弹结束以后 就是波段下行的阶段,对吧 好,那这边还特别啊,记录了涨幅超10个%的啊 那70个,70个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呢 跟刚刚我们7月初的数据比一比啊 7月初的数据的话 一般啊,哎,多的时候是260多个 少的时候也有接近100个的样子 但是现在的话是75个 不算特别差,但是你发现还是要弱了很多 下跌超过10个% 这个是68个 那么在7月初的时候呢 差不多啊 7月初差不多是70多50多 OK,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所以我们就说啊 其实呢,弱的倒没有变得更弱 只是强的,哎,稍微弱了一些啊 可能要轮换的一个需求 那么没有变得更弱 说明整个市场是属于波段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啊 青色的这个资金没有变多,没有超过100个% 资金就不再往外流出 不再往往流出就是一个存量的市场 那么你就有波段的一个机会 好,这是我们讲完指数啊 指数这一块 嗯,所以呢,我们看一下 嗯,刚刚也给大家是分享了这个啊 所以呢,你发现仍然是不缺赚钱的机会啊 市场仍然不缺赚钱的机会 波段牛的话呢,哎,可以赚一个波段 然后呢,你再干嘛,哎,不断的去换 每一个波段的话呢 30个%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OK,只要它不破位 好,这是关于我们这个指数方面 那么我们用这个趋势来看的话 整个趋势是只不过是下跌 下跌啊,熊市里边的一个喘气罢了 它的压力位,我们可以以均线啊 呃,这个是对于均线加了公的彩虹线 黄色筹码啊,黄色线一直是现在的压力位 黄色线的周期大概是一个季度 所以你发现啊,它震荡震荡 如果不超过这个白色,黄色线的话 依然只不过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 嗯,比较正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波段 它不会有比之前更强的一个行情出现 好吧,呃,那如果超过黄色 并且也出现红色资金流进的话 才会有更大级别的行情的 更大级别行情的产生 当然我们知道7月尾的话 会有美联储的议席会议啊 加75个基点或者是100个基点 这个的话,现在市场也在消化 那个只是一个短期的消息啊 我们还是一切要以资金的一个进出为主要 为独立的一个思考的一个依据 分析的一个依据 好,这是关于指数方面 它的支撑和压力方面呢 我们呢,是用的筹码分布给大家来分析的 关于这个筹码分布的话 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做解释 但是如果想要了解的朋友 我会给大家学习的链接 这个是标普500啊 3830点 往上走的话是3927点 3979点 往下走的话是3668点的支撑和压力位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嗯,这个蓝色的筹码记录了 是这个股票历史上的这个价位上对应的筹码的多少啊 筹码越长 说明对股价的支撑或压力是越强的 纳斯达克往上走的话是12000对吧 差不多12000啊,然后呢,往下走的话是11000多一点点10878的样子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道琼斯道琼斯往上走是31544啊 往下走的话是29853 目前是31072的位置啊 关于这个指标啊 对于测算支撑和压力位特别准确 时间的关系啊,其实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讲过 如果你想学的话呢 可以直接发送bluechips啊 发送这个DC到到whatsapp 017268356 我把这个视频单独发给你 OK,这是关于整个指数的方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情绪指标啊 现在呢是有extreme area到到达feel area 那之前的话呢 只要啊只要破心地 它准会回到extreme field 好吧 现在的话是属于横盘震荡啊 已经几天在这个feel area了 那看它的这个情绪啊 情绪更好的话 短期机会是更大的 这是给我们一个参考指标 我们一定要有客观的参考的因素 而不是看自己的感觉啊 这个是其中一个啊 feel and agree index 给我们做一个参考 好,我们再看一下板块方面 板块方面呢 我们看一下昨天涨的最多的啊 昨天涨的最多的板块 我们来看一下 sorry 昨天涨了最多的板块 我们先以这个标普的这个板块 给大家的分析一下 最多的是这个energy啊 昨天反弹的预期 对吧 反弹的一个需求啊 但是它也不是随便弹的 我们把这个彩虹线调出来 你看 正好在这个地方是有支撑的一个需求的 那么这个情况不只是在马股有体现啊 其实美股也有体现的 OK 如果有同时做马股的朋友啊 你发现也是一样的 最近马股也马股的能源板块也是受到支撑 但是其实呢 都是属于支撑以后的正常反弹 它这个下跌并没有出现这个超跌的预期啊 如果有超跌的这种预期 我们说要有这个右边是紫色啊 之前看这个地方是紫色 那么其实它往回弹的这种概率啊 虽然这个地方也没有弹上去 对吧 没有突破压力 有这个紫色在弹这种成功概率会更高 现在是没有弹就正常遇到支撑以后的回回落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要看它能不能够突破蓝色线啊 就是一个一个压力未来的 突不过去的话还得往下跌 因为它也是没有资金进来的 红色就代表主力的资金啊 现在是没有都是黄色的资金 那么70%是黄色筹码 那么意味着它会在这个区间里边 会去做什么震荡啊 会做一个震荡 所以要做能源板块的朋友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利润 在这个时候呢 它也不是属于最强板块啊 所以我们一定是抓什么最强的概念或者是行业 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讲的 那么他当他不再强的时候 不能够像以前躺转的时候 果断的去换就好了啊 在股市里边我们就不要去结婚 牵手谈一段恋爱 该分手就分手 绝对不要回头啊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是我们说的是能源板块 然后当然他如果收到支撑啊 往上走 哎能够更好的就突破这个蓝色线 才会发生什么呀 回弹的打破回弹的一个规律啊 上次不是有一次规律了吗 对吧 他能够打破这个才能够打破他的规律 才会有更大的一个波段级别啊 当然上去突破的时候 一定得有主力装甲的一个配合才可以 否则的话那就没有戏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是能源板块 然后啊我们再看一下XLU 啊它是相反啊 相反它是属于突破了白色线啊 刚刚那个是属于掉下来受到支撑 这个呢是属于突破以后再回踩受到支撑啊 这个就跟刚刚那个不太一样了 当然我们可以划掉线啊 它其实也是属于什么呀 啊就是波段类也是也是属于一个有有一个压力的啊 但是从近期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只要不跌破的话 又是再再次一个的买点 对吧 受到支撑就是再次波段的启动点啊 因为Utilities啊公共事业板块相对来讲啊 最近啊在在上个礼拜的话也是排名比较靠前的 对吧 好这是两个大的板块 我们再看一下细分的行业和概念啊 一共是200多个细分的行业和概念 那这个数据我们每天都在统计啊 为的是让大家不错过最强的概念或者行业 因为只有你抓到了最强的概念或行业的话 你的股票赚钱的持续性就会更强 而且你还可以在同一个概念里面去选其他强势的股票 不用每天全部都去天天去做筛选啊 我们看一下这是7月16号的 这个是上周五的 你看啊之前我每次截图的时候其实它不会太多 但是到昨天的话一共忘了标数字了 123456789 大概十多个了 对吧十多个了 就说明它的热点是在分散的 之前啊已经连续很多天都是在Bio Technology在第一名的 好吧 这个图表可能你们没有看到原始表啊 我可以给大家去讲一下 我们就不讲太久的数据啊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比如说啊我们从从整个7月份 都不要说从整个7月份啊 从6月份啊 6月份开始基本上大部分绝大90%以上的时间排在第一的 都是Bio Technology排名的依据就是啊 当天上涨的股票超过15个% 这个数据为依据来做排名的 那么之前都是它是最多的 但是你发现现在是越来越弱了 就说明呢 它可能啊热点的行业或者板块有轮动的一个需求 那一般这种轮动呢 都会发生在整个指数在调整的时候 就像现在它跌下来进入横盘 或者是涨上去进入的横盘 这都属于中期的调整 所以我们说啊 这个波段的话 它可能不会说太太短啊 这是我们写的这个总结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对吧 我们这边讲的 你看啊 我们这边讲的是啊 整段对吧 带来的这个 啊 这个没有写在里面啊 没有关系 嗯 OK我们再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看啊 到昨天的话啊 其实8月technology已经已经掉到第三了 看到吗 之前全部都是8月technology 要从从这个六月份开始算起来 最多的时候有多少啊 之前尤其是在七月初的时候啊 七月初的时候 25个啊 然后6月27号的时候 21个股票啊 当天涨幅超过15个% 但是现在已经降到昨天只剩下一个了啊 并不是大的地方出问题了 因为你发现啊 从6月 比如说我们说的6月27号啊 那个时候啊 整个市场的这个成交量 还是保持在100多个亿 对吧 多的时候有200多个亿了 是偶尔的情况 还有了180多个亿的时候啊 它资金并没有说流出太多 对吧 只能说什么资金有做轮动啊 有做轮动 那昨天的话排名第一的是次行股 当然次行股里边它可能跟其他的股呢 会有重合啊 会有重合 嗯 所以呢 你看啊 它次行股的话呢 上涨最多的是15个% 所以啊 上涨超过15个%的股票是三个 上涨超10个%啊 小于15个%是6个 也就是说 一共有9个股票 涨超10个% Farmacy呢 一共是5个 对吧 但是Bet technology呢 它总数还是最多的 看到吗 它总共是有11个 也是多于次行股 9个的啊 所以呢 你看这个地方 它这个呃 由原来的15个%降到10个%以上啊 这就是一种什么 动能的不足啊 动能的不足 有些人说 它会不会调整呢 你想想啊 它一个别两个别调整 它一定会有其他来补 它这是所有都调整的 那就说明它的动能是受到影响的 好吧 那如果之前你手上有Bio technology 生物科技赚钱的股票 一定要注意及时套利啊 注意及时套利 OK 然后其他的都是有上来的啊 你看这个 我只要是超过10个%啊 基本上超过两到三个就记录下来 如果这一个概念或者是行业 它只有一个股票大于15个% 我就没有写在这里面来了 OK 然后这边的话像pharmacy就还可以了 但是效应也是减弱了啊 之前基本上排第一就是生物科技 排第二就是pharmacy 对吧 然后看到第三个啊 我们就还有这个 interactive啊 interactive这个是属于 嗯怎么翻译啊 就是零售对吧 然后还有了广告啊 这个是commodity chemicals 化学这块啊 有两个还有这个应用软件 对吧 这是其他的 所以基本上呢 现在是在轮换过程当中 我们不用着急啊 耐心去等待最强的出来就行 但并不代表这个时间你不要做 你仍然有很多选择可以去做的啊 OK 仍然有很多选择可以做 所以这边我们是讲的 关于板块这块啊 bio technology的领头效应在变弱 虽然从涨幅超10个%来看 仍然是最多 但是已经降到第二了 涨幅超12个% 更多的行业或者概念行情在出现 现在的横盘有洗盘的迹象了 对吧 如果真的是板块的洗盘啊 洗牌 我打错了啊 是洗牌 这样写的啊 洗牌应该是这个洗牌 打错了 OK 如果真的是板块 概念洗牌的话 那么这个横盘的时间 我说的是指数横盘的时间 会比之前的反弹的时间 要更长一点点 机构需要吸筹和注底 对吧 他吸完筹注完底呢 哎 才能够拉起来再一波行情 OK 这是关于这个概念啊 第三 第四个 就是个股策略了 刚刚我们讲的啊 哎 讲的第二点 对吧 刚刚开始出现拉伸 强势最概念找 这个属于波段的 好吧 波段的开始 这个是将会是最近最多的一个概念 好吧 如果你不做这种波段 你要做长期的啊 你要找强者很强 你要做日内的 就是超跌反弹 麻雀战法 我给大家看一看啊 看一看相关的这个形态 我们先看这个强者很强里边啊 就是股票在上升趋势 且有资金 这个资金指的是庄家资金 比如我们来看一下 NCNA 我们来看看啊 没有任何股票推荐嫌疑和买卖建议啊 只是给大家提供一种 可一种方法 一种参考性 好吧 OK 我们呢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可以用很多指标啦 出看都没有问题啊 我们可以打出来 稍等 这个是NCNA 打一个比方 NC 哎 怎么打不了呢 稍等我一下 好 我们这种啊 他这种的话 其实这个就长不久了啊 但是因为什么呀 他的庄家已经空盘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红色的筹码 对吧 红色的筹码 哎 已经是空盘那个状态啊 红色筹码已经是空盘那个状态 所以呢 就基本上是符合强者很强的一个特性的 而且他的趋势也是在这个酝酿当中啊 也是已经是低点抬高 高点抬高 并且是有资金的一个配合 对吧 不好意思啊 我的这个怎么突然动不了了 好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我们可以用这个 好 稍等我一下 比较麻烦哦 不好意思啊 耽误大家时间了 刚刚卡住了 好红色的带子代表多方控盘 金色带子代表空方控盘 多方控盘的前提下 庄家红色柱子啊 是有50个%的 这种就比较 对吧 比较强势了 强者很强的策略没有问题 等他掉下来就是你的买点 对吧 回调结束的买点 然后呢 刚刚还有RTM OK RTM呢 也是要等他回调 对吧 现在已经涨上去 不能追了 但是一旦跌下来 跌在带子上面 跌到带子跌破 立马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 然后看第二种啊 就是刚刚拉伸 比较多出现在强势的概念 和行业里面 现在正好是起盘的时间啊 所以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对吧 所以现在的话 具体哪个 哪个不重要啊 其实是个MARA 它也是在Farmercy里面的 对吧 Farmercy里面 仍然有刚刚启动的 对吧 那这种啊 是不是 什么叫刚刚启动 就是这个带子 由轻刚转红 并且是有庄家的 如果没有庄家 它缺乏动能 那么上涨幅度是有限 昨天是上涨了21% 对吧 那你可以等它掉下来 掉到带子里面 等这个回调的机会买 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如果你错过了这个买点的话 这个买点基本上 也是属于次低点 我们说了次低点 然后呢 带子变红 有庄家 都是可以考虑的 波段的超级好的股票 OK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VLD VLD的话呢 是属于工业器械啊 属于industrial machinery板块 看到吗 也是不错的啊 最近的话 这个板块里面呢 时不时会会上榜几次 就是这个上涨幅度超过15%的股票啊 时不时会上榜几次 这个也是的 那么就等待它回调啊 不要去追 对吧 庄家已经到达46% 也是很有潜力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SKYX OK 这些都是属于波段的一个启动点啊 这种的 对吧 那你也是等它回来 对吧 回来以后啊 现在庄家是35个% 这种初级啊 上升趋势的初级阶段 一定是有资金配合才可以啊 不是每一个都可以的 如果没有资金就不行 好吧 没有资金的话呢 可能会涨 但是呢 就是有点事倍功半啊 就是太慢了 或者是之类的啊 因为本身有资金参与的股票 就不多 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强的 第三种 我们说的是短期超跌的反弹股啊 麻雀战法 快进快出 不要去贪 那这个的话就属于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啊 也是需要有战法的啊 也是需要有战法的 任何 不管你做哪一种 你都需要有一个标准 这样的话 你不会被情绪所控制 像这种超跌反弹的啊 它可能之前是下降趋势 然后现在谈上去 那么谈之前是有底背离的情况啊 就价格创新低 但是资金已经是抬高了 第二个的话 它有主力吸筹的讯号 好吧 第三个 它涨的时候呢 有点资金配合就可以了 这种的话呢 它就很快 但是呢 你不能贪 一旦走弱 比如像类似于这种的 对吧 四根粮羊 不再是阳线 你就要跑了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啊 所以呢 这个是今天的一个整体的策略啊 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帮助 如果呢 你想了解更多的一个详情 或者是你想体验 我今天给大家演示的这些股票里所用到的方法的指标啊 也可以来联系我啊 来体验我们这个软件 OK 有可以看庄家的指标啊 有很多很多super的指标啊 可以去看的 发送trial到017268356 可以来体验我在分析里边用的所有的指标 好吗 谢谢大家 如果有学到 记得点赞和转发 谢谢大家 明天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